由于中国国民党在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及立委选举中失利 1月15号 党主席吴敦义率副主席 秘书长及一级党务主管以上重要干部 向中常会提出请辞案 并获通过 当天下午的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吴敦义请辞案 还决议在完成新主席补选前 由中常委林荣德出任国民党代理主席 中央政策会执行长曾明宗担任代理秘书长 我们党可能会遇到挫折 但是我们中国国民党是有历史的 有坚定的信念 我们不会灰心上去 选举有胜也有败 我们过去这20年来也曾经几次的败选 能够从失败当中坚定团结 一心一德 我们就有重新返回执政的机会 吴敦义在会上致辞时向全党表达歉意 他表示大选未能胜选 立委选举席次也没能达到60席的目标 他愧对职责 首先要向各位常委以及我们全党的同志表示 非常对不起 没有能够达到胜选的目标 我要讲一句我愧对我的职责 所以我要感谢大家也道歉 据悉 国民党主席补选预计在3月7号举办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